這波 這是我們的新企劃 王后夫妻對著鏡頭輕鬆閒聊 他們在臉書上擁有 14萬名粉絲追蹤小有名氣 也曾經和台中市官吏局合作 介紹四方景點 藝術園去白美歸前 亞洲大學美術館門口 夫妻倆拍下精緻美照 附上整理文 直呼台中有好多隱藏版景點 真的好好玩 但明明講的是台中 裡面卻殘雜了一個 彰化的扇形車庫 台中的那個 值得你去看的景點是很多 為什麼一定要介紹彰化 浪費版面 民眾看了不撒撒 翻開官吏局的文宣 屯鄉情懷的主題 裡面同樣有彰化的扇形車庫 引發質疑 花了90萬元 請網美介紹台中的旅遊景點 卻有彰化 是否溫不對題 專門介紹彰化 你就介紹彰化的那個 當然沒有話講 你如果用台中的版面 來介紹彰化 我認為這個不太恰當 雖然有人質疑 但也有民眾覺得接受 認為旅遊本來就不用局限區域 多些景點也不錯 促進觀光來講的話 這個還是可以接受 就是不用太這麼局限 台中去彰化蠻近的 我們自己也蠻常去 官吏局解釋 中章頭有成立觀光聯盟 互相串聯 而且這次介紹的七個路線 僅60個景點 都是以台中為主 沒有不妥 這幾年 大概中台灣的區域旅遊 就是我們一直在共同合作 希望有機會 就會去帶到 鄰近縣市的一個部分 畢竟主題是以台中觀光為主 花了90萬元經費付出介紹 硬加了一個彰化 也難怪有為人作駕之嫌 這區文章景城 台中採訪報導